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温婉可人的 尤其是南方的女孩 大都符合这样的气质 但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 也有常的让人看了就一不开眼睛的那种 不过有四大美女 美的也是各不相同 各种风格的都有 对于四大美女人们也是争议颇多 看法都不相同 四大美女中有一个美女因为不好而为大家记住 她就是苏潭吉 她的美貌可以说是倾国倾城的吧 很多人会觉得是不是太夸张了 美女那么多 她有那么好看吗 曾有过她的照片 很多人看了觉得都可以当手机屏保了 那真的是很漂亮的了 她的美貌曾经影响了一个国家 昼王因沉迷于她的美色渐渐开始不理朝政之时 苏潭吉是被昼王带进宫里的 这和选出来的嫔妃有所不同 皇帝对她有多喜欢 才能直接把她带回来 一个貌美的人物存在在后宫中 让多少妃子失了宠 大臣们也已经无法忍受皇帝每天这样不理朝政 有人开始说苏潭吉就是一个狐狸精 这一说就传到了苏潭吉的耳朵里 他怎么会忍受别人这样说自己呢 于是开始对皇帝灌输思想 有人骂他是祸害 既然皇帝你喜欢我 你怎么能忍受别人骂我呢 皇帝也真的很温庸 在美色面前立马低了头 下令杀了那些说坏话的大臣 到这里 我们觉得苏潭吉真的比较有手段 区区几句话就要了这么多人的性命 可还有更狠的 苏潭吉有一个特殊的体号 大家可能都想不到 他喜欢观看处罚犯人 不得不说他的心里真的很有趣了 而周王姐知道自己心爱的人有这种爱好 并没有觉得这个女人很可怕 反而还支持她 只要有处死的事件 都会带苏潭吉去看 以此获取他的欢心 不得不说苏潭吉真的是一个十分特别的存在 让皇帝爱上自己 再通过皇帝杀了大臣 最后亲手帮皇帝毁了一个国家 他的影响力令人佩服 那么究竟是什么长相的女子 能你的周王这样死去活来呢 近期达吉容貌复原投流出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长相是非常妩媚 妖娆的 有着一双妩媚的小眼睛和樱桃小嘴 虽然达吉的长相算不上是倾国倾城 但是这个长相在古代来看 已经有十分自私了 怪不得当时的众王会为了他做出那么多的坏事出来 如果说打底也有错 可能错在他过于美貌的皮囊 错在他生在了糊涂的年代 嫁给了错误的人 一个王朝的覆灭 不因把罪过强加在一个女子身上 君王的不争才是罪应反省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